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整一下角度 当然可以看到很多烟 这样来体定的遮蔽作用 木炭是绝对能够吃的 我们去狩猎 大家好,我是陈墨,欢迎来到野外 今天我还是继续教大家制作另外一种陷阱 脖套 之前我们教过大家制作脚套 今天我们要制作的是脖套 套住猎物的脖子 今天我们要做的陷阱也是由绳索和若干树枝做成 绳索在户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支援 今天我还是不继续演示如何来编织绳索 我还是使用我的万能鞋带 我们现在先去收集材料 今天我还是使用我 平时随身携带的维斯小刀 非常好用 我的万能小刀 好,我们去收集材料 今天我们要制作的陷阱 也是一种弹力吊套 我们先采集一些小树枝 6小树枝 製作陷阱 好的,材料收集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制作陷阱 今天我们的弹力陷阱 我会利用这根小树 来制作我们的钓鱼套 因为下面我发现有一条动物小径 这个位置应该是最佳的位置 首先我们取一根 我们刚收集的树枝稍微粗一点的 然后我们要制作一个倒钩 一个倒钩 跟鱼钩一样做一个倒钩的主干 我们来制作 我的为师万用小刀 通过几天的磨损 它非常急切的需要磨刀石了 昨天在拍摄我们的 不了陷阱的时候 然后把它给忘在我们的 拍摄的地方 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好 我十分想念它 我们现在切一根有倒钩的主干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插在地里面 我们把它削尖 这样好擦一些 它真的非常需要磨刀石 它真的非常需要磨刀石 现在我们再来制作一根出发杆 就跟前几期做的 吊脚套一样 还需要一根 另外我们再 小一点的树枝 我们再需要做 若干根 都要一样长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驾车陷阱 对了 对了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 绳索 万能的支援 我先把它从鞋子上拆下来 好的 已经取到绳索 我们现在来制作陷阱 好 现在我们确定陷阱的位置大概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来 把我们刚才制作的主干 插进我们的 插进这个地里 好 我们把地上把它平整一下 现在我们来装我们的绳索 我们先打一个活扣 好 然后确定一下我们需要的 这个套的大小 然后再装上我们的出发杆 其实像我这样打这个绳结 不是很牢固 但是我是为了 能够快速的展示给你们看 所以偷了下来 然后把我们绳索的末端 系在我们的吊杆上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选的 然后要使用的这一根 要使用的这根小树 我先把它给剔上 现在我已经系上 我们的 用来出发的这个小树 然后 然后大家看 非常简单 用我们的另外这个小树枝的末端 然后顶住这个小树枝的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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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因为这个绳索的拉链 然后弹起来 现在我们来设置这个套索 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套索架起来 如果我们不把它给架起来的话 它 当有猎物来吃这个 你放在这个树桿上的这个幼儿的时候 然后它这个因为绳索较低 它能够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然后逃跑 如果发现异常的话 它能够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我们现在把它套起来之后 它的脖子伸到里面去吃这个幼儿 然后它就来不及反应 所以就可能会被套住 好,我们先来把它架起来 找一些小树枝 这个树枝不用太大 小树枝就可以 然后都差不多长 都差不多长 把它插在泥土里面 还需要两根 至少我们也要做的美观一点 对不对 赏心悦目 赏心悦目 然后那个什么小鸟 丹鸟 野鸡之类的 它来吃这个幼儿 它看着也舒服 是不是 好 现在我们已经设置差不多 然后 现在我先来把这个陷阱把它拆除 我来教大家这个幼儿 我们应该怎么做 其实 我刚才踩的这根小树枝不太合适 你最好找 有那个 我找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你最好找有这种刀刺的 看到没 我现在就用这个做一个 我现在就用这个做一个 这个方便我们放幼儿 因为我现在是一时在这里 找不到有什么可以采集的果实 没办法给大家演示 我们现在我就假装 这个是美味的果实 对了 对了 还有一点 我们要 把触发 触发机关这一头 把它处理一下 让它更平滑一点 让它更灵敏一些 触发的时候 不会因为 这个 太粗糙 然后 导致 这个 陷阱触发机制不够灵敏 我们来 我的 对 这是我的美味的果实 OK 我们现在来把它装上 OK So easy 对吧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补不到猎物了 我们还是要做的 OK OK 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结构原理 我还是在给大家仔细看一下 大家能看见吗 这个结构原理 非常的简单 看到了吗 这个是我们的触发杆 然后当 当有猎物来吃食的时候 它肯定要低头咬这个东西 咬我们美味的果实 当它咬了之后 然后会导致 这个触发杆 跟我们的小机关脱离 脱离之后 这个由于上面的绳索的张力 然后会把这个我们的鞋带 然后缩紧 向上拉伸 然后把它给抬起来 就是把整个猎物给吊起来 好 现在我们来模拟一下 假如我手里 我手里拿的小树枝 是一只野鸡 然后它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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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从那边走过来之后 然后看到 这里有一颗美味的果实 它就非常的饥饿 然后它就想吃这个果实 然后它就低头来吃这个果实 然后触碰到下面的我们的这个 触发的小杆 然后看到没 瞬间就把它给吊起来 吊到脖子 瞬间就吊到脖子把它给吊起来 这样它就是叉翅也难飞啊 虽然它本来就有两个翅膀 两个翅膀不够用啊 OK我们今天的陷阱就到这里 大家看懂了吗 好今天的陷阱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大家学会了吗 刚才有几个小细节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二手 一时 到 是不是 二公会 一时 所以 因为 一时